在台中世贸中心登场的2015台中美容化妆品大展 邀请到在时尚创意界颇复盛名的陈瑞腾老师 以跑趴女王为主题 设计一系列中国风造型之外 建国科大美容系的师生也以魅的映为主题 把黑色系的服装造型发挥的淋漓尽致 让人打开眼界 长袖灰舞配合中国音乐风展现山水泡沫般的色彩 除了山水系列外还有红黄系列的皇室贵族风 这一系列作品都是出自陈瑞腾老师的设计团队之手 主题叫做跑趴女王创意造型秀 像今年不是很流行的甄嬛啊 母妹娘 所以我们就是把古代的东西把它给现代化 所以我们人物中式和西式的方式 互相的搭配成现在比较西式的跑趴的复古秀 以中国古典为元素带出时尚现代感造型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2015台中美容化妆品大展以此为开场 一方面带出时尚美容主题 另一方面也让相关科系的学生观摩 藉此建立中部学生创作成果的发表平台 由建国科大美容系的学生以黑为主题 呈现妹的硬的设计风格 分成意见和优妹之城等四大单元 把鬼妹和台妹给重新诠释新的美学 她是用几何图形还有打包袋去呈现她 然后我会用黑白去呈现她的对比的强烈的层次 强调她的舞台的感觉 强调大波浪 然后他们在表演的时候有甩头发的动作 什么的会比较性感 那妆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以比较深色 然后跟服饰做搭配 然后搭配红唇去凸显他们的嘴巴的性感 对然后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是以性感为主 走秀所带出的妆法和服饰 也隐约透露出今年秋冬流行的行脉东 可能是立体的 但是某些部分它可能是要是亮的 比如说我们今年就用大红唇 包含待会我们的台妹 他们使用的就是今年非常流行的大红唇的一个表现方式 那就是在台上在冬天阴霾的这种气氛之下 他们也可以展现一种非常热情的概念这样子 都会画比较中式 就属于比较有没有上扬的立体眉你知道 那如果说眼影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也是把它画有点像戴西式 就是比较属于倒勾式 那中式的话就是属于 你们待会可以看到就是有点像金具的妆 但是比较中式的 那西式的妆会比较勾一些什么 有点像一些土层线条的土层 鬼店 一瞬它是你 到底是谁在干 主本来表示一连四天的活动 穿插了时尚名人的新品展示 和大专院校的成果发表 希望把这活动打造成一个 相关产学间緊密交流的重要平台 记者里讲的钟 查不到